两年了 你倒是给我抱个蛋啊你 男人嫌妻子不能生育 一想到自己日夜操劳 气就不打一处来 男人名叫牢里 快四十岁了还打着光棍 因为家里太穷一直娶不到媳妇 被村里的人嘲笑 父亲担心自家断了香火 于是东拼西凑借了两万块钱 给儿子买了个女孩当媳妇 女孩名叫圆圆 是被人贩子拐来的 长得比村花还漂亮 只可惜是个哑巴 刚来那回他还会哭闹逃跑 打了几顿后就老实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可女孩的肚子迟迟没有动静 于是牢里找来村里的赤脚医生 开了不少调理身体的药 要是一碗接一碗喝 却还是没有效果 牢里又尝试了很多土方子 去天王殿拜宋子观音 甚至请来倒是做法 大师二话不说 上来就开始施法 占卜后得出结论 问题出在媳妇身上